北市府为鼓励民众搭乘大众交通工具 举办全台最大规模的交通集点活动 只要使用游游卡搭乘台北捷运 或者大都会首都以及台北客运 或租借U-bike都可以累积点数 每搭乘五次可累积一点 获得的点数可以到特定超商 超市购物折抵现金或参加抽奖活动 我们有更多的奖品 包括脚踏车跟冲绳的来回的机票的抽奖 以及我们在元旦跨年的时候 大家用公共运出的时候 还有五十倍的点数可以累积 假设一位通勤组每天搭公车或捷运两次 一个月搭乘六十次 约可以得到十二点 一年累积下来的数量也很可观 换算下来每一点点数的价值 大约是零点三元 一百点就是三十元 你会看到U-book的活动 我们一直持续的在发烧 我们希望有更多的业者 更多公共运输的业者 以及更多人来使用公共运输 我们用U-book来回馈给大家 来使用公共运输 大众交通工具极点活动 对通勤组来说不无小补 但尤其台北市明年把公车票价 从一段票十五元调涨为十六元 极点折抵现金应该稍微可以降低 涨票价的杀伤力 记者综合报道 谢谢大家 谢谢大家 感谢观看